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留言打赏 好了 围绕了最近的一段时间 围绕中国所要面对的国际国内的形势 这段时间说法很多 谣言士气 所谓的正能量的谣言 负能量的消息这件特别多 难免会影响和干扰 很多人对中国事务的判断 那好了 对中国近期所面对的国内国外的形势 应该怎么看 究竟是大局底定 形势一片大好 或者是危机似乎 局势越来越不稳呢 我们就来聊一些 所谓的正能量的谣言 或者负能量的消息 最近海内外流传一则 所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召开会议传达了信息 我估计这个前提本身是不存在 应该很大程度是海外一些 耗事之徒杜撞捏造 这时候当然是我个人的判断 不一定准确 但是按照常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会议的精神和结论 怎么可能就这么不假思索的大行其道 毫无遮掩 那是海内外的自媒体平台传播呢 是吧 但不妨在这里分享一下 让大家思考判断 所说的这个就是做好长时期应对 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这是所谓的这次中常委会议的精神 一共有几点 第一 我们指的是中共中央 或者是整个中国的形式 在政治和经济上恐 遭最强的孤立和围堵 逆全球化趋势最终会特别针对和打击中国 国际形势恐将长时期不断二化 百年未有之大断结 习近平讲究是个乱子 这是第一点 整体上的政治和经济之上 逆全球化 国际局势长时期对中国不利 第二 新冠婚言疫情短时期内没办法结束 但钟南山说2021年年底就要开放 它是它个人意见 所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必然要长时间承受 来自外部对传染源和内部引爆的构陷 以借此招来敌人各种以往常见的制裁 这当然我想要持续的一个主题 包括孙力军是不是到武汉的时候 市场隐瞒的一些材料 这个材料会不会送到澳洲去 像海外很多说法 包括他太太等等的事情 傅政华也有一个情人 现在在洛杉矶 如何 傅老三代多少多少的钱 这不说到 就是说 疫情短时期没办法结束 污染源 内部引爆的勾陷 会招致敌人各种各样常见的制裁 敌人的就是西方了 第三 台湾跟香港的隐患很可能会引爆 再也不会给我们继续拖延的时间空间 导致进退两难 彻底解决 必然伤筋动骨 这成功的概率 绝不是日常宣传的那样乐观 他把台湾跟香港 香港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什么组织都停下来 什么政党都关了 就让你自己一个人去玩 建制派自己开始吵架 话诸如此类 但台湾就来说 是吧 飞机都噼里啪啦 把台湾海峡当成是呢 中共的练兵场 这有没有说 这是呢 彻底解决 伤筋动骨成功概率 不那么乐观 不解决 战略利益面临根本的损失 人心也不会保 所以我们的敌人 可能会使出这一招 那就是西方会抓住 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 大作文章 第三点 第四点 国内的实体经济 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 面临巨大的压力 经济恐将持续的恶化 倒闭潮失业潮不可避免 银行 尤其是大大小小的地方 银行的坏账和破产 很可能也会分治它来 恶性的循环 那么这段时间主要突出的体现在 教育培训这个行业 体现在房地产业 每天倒闭一家房地产公司 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第五 股市的融资能力 不得不开到极限 甚至暴登 暴登这个说法 怎么可能是中央常委会的话说 这可能是一般人的 暴登 最终导致无数散户的血汗钱 被常时期的彻底的吸引干净 这个体现在恒大的危机上 就已经有这个问题 个人财户被套牢锁死 常时期无法兑现 形同清零的结局 要弃垮无数的家庭 为了这一次的恒大的危机 可能有点典型的描绘 在第六 物价的快速上涨 会变得有目共睹 而且日渐的常态化 所有跟民生息息相关的资源资产 都将远远脱离需求的道德束缚 在货币超花的刺激下 面目猙獰 让新一代的年轻人 从老一辈的匮乏和艰辛 而所谓的代沟 刺底的消失 老年人和年轻人 终于达成了 勒紧裤腰带的世纪共识 这个话很有文采 但是中央常委会 不会用这样一种 存有文采的话来表述 目前的物价 目前出现的货币超发的问题 所以我对这一点是有保留 第七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诸如房产等大额资产 都没有办法变现 即使变现 也只会在紫币快速贬值中 让变现者只庆幸两天 因为他们很快发现 手中的现金在快速上市购买力 出所的房子居然没有理由涨了 一方面是房子有价无市 另一方面就是房子的继续涨价 这是一个荒谬的场景 就是一个原因 房子还是房子 紫币 有时候不一定是紫币 所以呢 所谓的涨价 不怪是各个阶层对纸上富贵的彻底的否定 我想要加速我对这一个说法的怀疑 但这个说法成立的是他对整个这一个房地产额变现的问题的一个描述 严肃的中共中央文件不可能用这样的文具和文采 第八 美元的国内的阶级 大概率会非常不好 持有他的普通人 要么被外汇管制甚至强制机会 搞得鸡飞蛋打 要么就是干瞪眼花不出去 无法享受资产的真实盛宴 这八点 我越来越感觉 应该是好事之徒的一种归纳 借题发挥 但是这些现象应该说是不同程度都是客观存在 好了 从最近一段时间 多个领域实施的强监管 以及恒大危机即将爆包 十八个省市以上的这个自治区大面积的限电停产 房地产业的一落千丈 教育培训行业还有等等的行业 很多的出现的失业潮 这些现象来看 是否也在为上述这些杜撰的或者不是杜撰的 所谓的中常委的会议精神做出背书和辅证 当然也有人这两天直接了当说出了他们的判断结论 这判断结论就一句话 目前中国的乱源正在叠加和寄局 企业倒壁潮加 工人失业潮加 房地产泡沫危机加 银行坏账危机加 煤电紧切危机加 粮食储备供应困境加 外贸困境加 外交环境恶化 等等等等 诸多种种的内外危机的夹击之下 很可能会陷入一场无法解套的政治经济危机和动乱 这一段我觉得呢 还有一点可以立足之处 但这个归纳起来 这一叠加下去也是威言耸听 所以我想第一 所谓的中共中央常委会的会议精神 虚的成分比真实的多 但是后面这句呢 相关现象的归纳和结论很吓人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 所说的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现象 很多事态还在发酵和发展过程中 你可以说这一代的归纳有点唯恐天下不烂 但客观存在的诸多矛盾 应该如何化解 现在还是需要领导人 出来表个态 发个言 说句话 你呢领导人不出访可以 但不说话不行 其他领导人说话有一笔管用 所以这次海外的媒体呢 看到国庆酒会 没有太多的性交采烈 除了那个国家对那几个撒不垃圾的 全世界冠军 他第一次留姥姥进大观也很新鲜 还有点笑容 其他人的政经为座 不像是在开国庆的酒会 这个呢也引起大家很多的彩撤 当然呢 也有人借这个机会呢 很久了给我发了一个所谓的上海徐会区 政协委员的说话 这几点的说话 可能有点火上加油的味道 他说 反封建还没上路 只反腐不反特权是往南 这是第一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现象 一个政权 不要标榜自己为人民做了什么 还要看为自己做了什么 如果为自己所做的比为人民所做还多得多 他的结论是这离失败不远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马列主义这个皇帝新衣还是不要穿为好 共产党宣言不再不断的提出来 否则也会出现青年李大钊 青年陈独秀 青年毛泽东 引发新的无产阶级革命 这个话也说的很重 第三 希望今后不再有人叫核心领导人出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联合国的任务 我们没有资格喊了三想 千万别妄称世界第二 正是还没有彻底脱贫的事实 尽管你们说脱贫了已经小康 还要正是 人均一下在说 第四 大国担当的口号不宜老挂在嘴边上 更不要去实施 中国是人口大国 领土大国 也许还是军事大国 但不能算是经济大国 所以恐怕担当不起 大国担当 担当不起 对外援助不可以没有 但不要大手大脚 有钱 先把自己国家内的医疗 住房 教育 养老和失业问题解决好 这个意见我认为也中肯 第五 慎提引领世界 中国的科技经济体制和社会文明是引领不起来的 至少现阶段 提供什么发展模式 怎么提供 以环境资源破坏 道德文明沦陷 贫护差距 拉大去引领吗 开玩笑 这是第五点 第六点 核心思想 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贯涉学习 强烈反想 亲之如何 亲之如何牢记什么人的嘱托 这些铺天盖地的特色语句 画在一百年前都是可笑 现在这些话跟时代格格不入了 是不是真的是什么 徐汇区政治业务员说的话 我觉得也需要推敲 反正网络上真的真假 吸引的东西现在太多 包括讲杨勇司令员的孩子 拒绝接受央视的采访 关于朝鲜战争问题 包括他揭露了朝鲜战争之后 毛泽东讲话要上当了 出路是被斯大林骗了 讲到了金日成 曾经毁掉了志愿军的魂幕 等等的事情 这些都是客观现实 就是说是不是徐汇区政学委员说的话 是不是中共中央常委委会会议的精神的归纳 是不是中国现在是乱缘里 已经出现了叠加和机具 我觉得需要大家认真地面对研究思考 然后谨慎地下结论 但这些话是不是也有一点道理 需要大家冷静地思考 天趴不下来 这我一来就这么想 有九千多万党员和习近平总书记扛着 顶着 有十四亿中国人扛着顶着 有百年未有这大变局 既有利于中国的因素 当然也有不利于中国的因素 如何抓主要矛盾 如何解决当务之急 如何化解蓝莓之急 如何在涉及重大战略问题上 真的做出科学的决策 如何做出进退制度的取舍 不仅考验核心领导层的政治智慧 也考验了国内一众专家学者智库 至少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核心的政治智慧 所以要拜托你们了 我们知道长津湖战役的精神很难能可贵 但现在要再打一场长津湖战役 还会有人愿意身穿单衣在零下四十度严寒的雪地里 趴一个晚上趴到自己成为冰雕吗 估计还会有 但是让自己的战士这样去保家卫国 我认为本质上也是一种犯罪 所以宋时轮回到了鸭鲁江那边 遥望朝鲜的低头默哀痛哭流涕 是有他的道理的 所以天佑中国千万别让中国人民再走回头路 再吃恶变苦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